今早去到茶餐廳 有客人說不時聽到傳媒報導有買家說用誠意打動業主 傳媒所指的誠意 應該不是講錢 究竟除了錢之外 什麼是誠意 老闆說 現在賣樓的人 大多數都是等錢用 就算賣平些都無所謂 不過要訂金高 成交要快 如果買家只付一成訂金 又要三個月成交期 業主可能會平少少賣給一個願意付兩成訂金 一個月成交的買家 還有 不要找其他朋友一起看樓 就算朋友沒有說減價 一定左談右談 在業主眼中 即是不夠誠意 而事實上業主見到一大班人看樓 已經覺得買家不夠誠意